這一回合總共有三題 積分最少的兩位要淘汰 三位晉級 好 請準備 這是選擇題 請出題 請問 世界上最靠北的首都市 A 斯德哥爾摩 B 莫斯科 C 雷克亞維克 D 哥本哈根 地球人請回答 5 4 3 4 A A A 米萱 我記得雷克亞維克 好像是唯一一個在 北極圈內的首都 好像是極度靠近北極圈 不確定是不是在北極圈內 然後 對啊 剛剛樂森講也沒錯 莫斯科是其實比較靠西南的地方 他大概 50度左右而已吧 然後雷克亞維克大概 63左右 60 63這樣 他告訴你幾度 對 不確定啦 不確定 但你講出數字就很厲害 真的嗎 那我下次隨便講一個數字好了 喂 對 我們會 我會打你槍的 小閃 旅遊業 一個不一個猛 旅遊業 你去了 對啊 最北邊 對 它是永咒還是永夜那種 它一部分時間是永咒一部分的永夜 然後有時候時間比較短這樣 要看時間 你是冬天去夏天去 我是二 三月 就是可以看到極光的時候 所以妳去看極光 對 我去看極光 好想睡 後面就有啊 後面那個就極光 剛剛綠色的那個 這個要追 就是每天晚上要去追 不一定有這個時間 對 所以她去過耶 這位月生完了 第一題都沒答對 王王 我選那個雷克亞維克是 它是冰島的首都 因為我之前有想要去看極光 然後我有查詢 看極光的地方就是冰島 加拿大還有那個阿拉斯加 所以莫斯科 它是俄羅斯的首都 它不在人家看極光的選項之內 它就不會是靠北 所以就這樣三調會選 雷克亞維克 冰島 對 她左邊抬大 右邊什麼 什麼精大 正大 她一點完全都不覺得 不有壓力 對啊 遇強則強 好勝心有多強 對 來,請公布正確解答 太棒了 今天這一集我也沒有壓力 因為大家都幫我解答好了 太棒了 答案就是C 雷克亞維克 對 這是冰島的首都 它的緯度是六十四度08 對 他剛剛講對了嗎 他是不是說五十... 我剛剛說六十三 對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那是很厲害了 可能這幾天變了啦 緯度會變 OK 現在只有陳... 陳葉森暫時落後 三題要第二題 請出題 請問 推千球運動的起源是下列合者 A 搬運炮彈 B 過防火牆 C 工程 D 扔直手榴彈 地球人請回答 五、四、三、二 推千球就是這個 這個 李璇永遠按最快 他都不等我們這樣請 萬一按錯你是沒得改哦 真的耶 對啊,你可以考慮一下 沒有...這個不是想打嘛 好,來,葉心梅先講 我嗎 A、B、C都能選 他剛剛不是很會說的 說這樣嗎 搬運炮彈 好,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那個炮彈出去 它那個遠遠的炸彈 其實就很像牽球 它就是一個球體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說 所有的體育運動它的起源 通常都跟 就像馬拉松就是它要報家音 那你如果要工程的話 其實它不會到用冷去丟啊 我如果有器材 我當然是用器材 所以C跟D的方式是比較像的 剛剛李璇說 這個怎麼工程 你確實啊 對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後面講 他選工程 他打你槍啊 說這個炮彈子 用射怎麼會用炮彈去工程 來 那你怎麼選工程呢 其實因為 就我所記得的 千球運動它是古代奧林匹克的 十項全能之一 那既然它是古代奧林匹克 就已經有的話 那炮彈跟手榴彈 這種比較近現代的東西 是不可能出現的 所以我是在B跟C之間去想 然後B我剛剛想了過防火牆 我一瞬間想到的是 所以我那時候腦袋有點擦掉 然後我就C 防火牆可能是那種 就是在守城的時候 大家會燒一個火牆嘛 然後去防禦 只有可能這種狀況 所以我看到 我下來想到的時候 我現在突然覺得 B也有可能 B跟C都是有可能 那你現在是不是很厚 會按太快 對啊 請公布證據及答 好的答案是 A搬運炮彈 新美軍小賽 是的 那在十四世紀中期 40年代左右的歐洲 然後那時候士兵 那時候就已經有大炮了 士兵如果不作戰的話 就會把大炮拿來搬運 然後這樣子推 然後當作就是遊戲來比賽 所以這就是千球的十足 第三題 請出題 請問 地球人請回答 5 4 3 2 1 A、B、C、D都有人選耶 那輩子洋娃娃一定有的 因為它最後是 樹上小鳥笑哈哈 樹上的小鳥笑 對啊 這是鬼片耶 你知道這是鬼故事 樹上小鳥笑哈哈 沒有 很恐怖耶 樹上的小... 所以有動物 所以消散 來 消散妳講 妳不會唱中文 我不會唱中文的耳歌 所以我全部只會唱 妹妹輩子洋娃娃 然後我剛剛唱一遍 好吧 BD是確定沒有的 就有動物啊 娃娃國也沒有啊 我的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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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梅 還有李璇 這樣真的三個晉級 兩個淘汰耶 好,五個人比賽 三題真的有產生的晉級 葉心梅最高分 對 小閃兩分 李璇兩分 被淘汰的是陳月昇、月盈利 請到淘汰區,謝謝 謝謝 現在五位要選一位了 加油 請出題 請問 銀行最早起源自哪裡 這麼快 葉心梅 你是按到嗎 你剛剛投音按到是不是 沒有選項哦 你是按哦 三 他一定是問地方 二 一 沒有答案 威尼斯 為什麼會想到威尼斯 因為銀行的話 如果 因為我剛剛在想 它是時間的話 中國是宋代 那宋代那個時間 推演到歐洲的話 應該是 是 文藝復興的時候 馬可波羅 威尼斯他是一個港 文藝復興或者是 那個東羅馬帝國 然後威尼斯他是一個港口 所以他在往來方面 他的經濟 商業是好的 包括他現在 他也很有錢 好 如果 我不能講太多 妳就自己在那邊講 對啊 對啊 妳講越多 別人越有力 你答錯了 威尼斯對貨獸 好 恭喜答答案 而且他是寫義大利 威尼斯是最細的那個答案 對 詳情有講 詳情就是 然後接著是德國和英國 他沒有選項就答了 厲害 雖然是威尼斯 但也是義大利裡面 對 什麼事 我想要補充一下 實戰世界的時候 當時是文藝復興時代 然後當時文藝復興時代 最興盛的時候 威尼斯剛好是海上霸權 然後在當時海上的主要強權 就是來自義大利跟阿拉伯地區 然後阿拉伯地區 他們要進口香料 還有各種東西 說要先進到威尼斯 對 放慢一點嗎 他們在從威尼斯 然後因為他們 威尼斯商人就到處去貿易 然後尤其威尼斯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靠山 就是東羅馬帝國 當時東羅馬帝國已經 雖然遙遙遇墜 但也是一隻很大 瘦死駱駝比馬大 所以當時東羅馬帝國 瘦死駱駝比馬大 對 當時就是做了威尼斯的靠山 然後就是讓威尼斯 成立了第一間銀行 然後之後 就是這個銀行的模式 在文藝復興時代 就慢慢擴張出去 然後像是德國 德國是後來設立的 他們有一些自由城市 他們脫離了封建領主的掌控 成為自由城市 然後像有漢薩自... 漢薩同盟自由士等等的 就會從那個時候開始 好厲害 好精細哦 這兩個一搭一唱 冠亞軍待會兒要決戰 在一起 對,很會 來,謝謝我們其他四位 請淘代區 謝謝 謝謝欣梅 欣梅 欣梅不用動了 對 現在欣梅跟李璇 要進行冠亞軍的爭奪賽 接下來進行冠亞軍爭奪賽 進行冠亞軍爭奪賽 三題搶兩題 對,搶兩... 先搶兩題就獲勝 第一題,請出題 由於拉舌莫爾山 以其壯闊的總統頭像 雕刻文明於世 流行媒介常常會將四位總統 換成其他人物或角色 請問以下哪一個動畫 並沒有參考過 拉舌莫爾山的雕像 A 飛哥與小火 B 火影忍者 C 航海王 好,來,欣梅 猜一邊 C,航海王 航海王 猜的嗎 沒有,我有看航海王 有在追 有在追 所以裡面沒有 我記得算沒有 九百多畫應該是沒有 你都看完了 對啊 好厲害哦 我要回去看漫畫 真的 就很窄 航海王 對,後座 恭喜答對 林靜宇 超強 這樣有判斷飛哥小佛嗎 這種 飛哥小佛有 有 裡面有這個啊 飛哥小佛有 是哦 然後幸福生也有啊 火影忍者就沒影響 火影忍者就是那個 他們木葉忍者春遊 他們歷代春漲的 歷代火影的頭 所以他航海王看九百多幾 所以說沒有 好強哦 這個有什麼辦法 你看是不是力不厲害 他腦袋在裝什麼 就航海王啊 航海王 對啊 1比0 辛梅被砍究 這2比0就砍究了 來,第二題請出題 好強 底下哪一種生物 沒有牙齒 A 蝌蚪 B 蛾 C A 辛梅 題目都沒念完 強吧 跟他比壓力很大 對,來 那我就蝌蚪跟蛾 對不對 對 蛾 蛾 沒有牙齒 蛾沒有牙齒 怎麼捉人跟吃東西 因為蝌蚪還會長 但是蛾一定會 妳不要講那麼多 對,對不起 好 對或錯 恭喜答對 我以為是那個蛾耶 不是啦 是那個飛蛾撲火的 對 飛蛾撲 不是,那個蛾需要問吧 聽到的是那個 燒蛾的蛾的是舉手 對好不好 對 我聽到是那個蛾耶 我也聽到是燒蛾的蛾 所以他們在這邊啊 我 他也聽到是燒蛾 真的假的 對啊 妳這個沒有偷題目才會鬼 我真的沒有 但是 因為就蝌蚪跟蛾 蝌蚪就是浮游生物 蛾也是小隻的啊 蛛蚪會長 我蛛蚪會長 那妳怎麼猜蛾是沒有牙齒的 因為蛾已經是成蟲了 他們兩個我都覺得沒有牙齒 可是蝌蚪還會再長啊 所以蝌蚪它 它是小朋友嘛 那它會再長的話 你怎麼知道它之後變成蟲 所以水智有牙齒 水智有人被咬過 不然什麼吸血 我跟妳講 蝸牛 吸血 蝸牛不用咬牙齒 牙齒超多 蝸牛兩萬多顆 對 蝸牛的牙齒兩 三萬顆 兩萬多顆 是世界最多的就是蝸牛 對 那妳要解釋蛾 蛾是用像吸管管狀型的 去吸取樹枝 對 它是管狀型 它沒有牙齒 水智也有 蝌蚪的牙齒也非常多顆 而且每一種的種類 牙齒牙齒排列形狀都不太一樣 水智也有 它吸盤裡面有牙齒 我們常常吸血的那種 對 吸水水智 一新美年儀滿強的 你... 真的 一比一哦 打不死的飛蛾 一比一哦 最後決賽 誰贏誰就贏了 三戰兩勝了 最後一題囉 請出題 百慕達三角洲 由百慕達群島 邁阿密和以下達 李璇還沒有答案哦 請說 我也知道 巴哈馬 巴哈馬 葉勤美對話座 我自己的答案是 百慕達三角洲是 百慕達群島 佛羅里達跟波多黎各 可是它是寫百慕達群島 邁阿密跟下面哪一個地點 如果是佛羅里達 邁阿密就在佛羅里達了嘛 所以我的第三個答案 會是波多黎各 可是它按鈴嘛 所以我可以等選項吧 可以啊 但它巴哈馬如果答對 你就再見了 對啊 所以我是問你 它巴哈馬對話座 那我應該先走了 巴哈馬尋島 來 第特派員 對話座 抱歉答座 你又繼續回來了 我有機會要不要碰到你了 等一下 你可以聽完選項 我聽完 我聽完 選項 A 卡特島 B 巴哈馬群島 C 勝地雅歌 D 勝虎安 都沒有呢 你也不一定對喔 等一下 巴哈馬已經不對了 巴哈馬已經沒出現 對 卡特島 跟勝地雅歌 或是勝虎安 勝地雅歌 在你那個智力 要去智力都會在勝地雅歌轉機 所以勝地雅歌不是 他在南美那邊 卡特島在哪裡 誰聽過啊 我們在一個中頭節目 你要搞那麼久 勝虎安 因為我真的沒聽過卡特島 勝虎安 你覺得他對嗎 你覺得勝虎安是 柏多黎各的首輔 他點頭 剛剛點了 真的、假的 勝虎安 沒錯 恭喜大家 會輸了一葉心美 是跨過來了 我真的知道是波多黎各 但是我不知道是勝虎安 所以勝虎安 真的是波多黎各的首輔 對,他是波多黎各的勝虎安 沒錯 好強哦 我沒有看到是白... 因為巴哈馬群島 在白木達群島裡面了 對 所以你... 太快 他剛剛搶快了 搶快就是有個壞處 李玄,謝謝 請入列 恭喜冠軍是葉勳梅 謝謝我葉勳梅